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Sabon明星三部曲 三步驟三部曲 為自己創造一點生活的儀式感 Sabon牧魚油是清透感的質地 它含四種天然植物油的成分 裡面包含合合巴油 滲透性極高 洗完之後清爽不又膩 那裡面也含有小麥配芽油的成分 富含了維他命E 所以保濕效果相當的好喔 在洗去髒污同時能夠滋養肌膚 那除了我手上這罐經典PLV 還有多種的香味可以選擇喔 溫馨小提醒一下 建議拿的時候拿平身不要拿平口 那在放置的時候可以放置乾燥陰涼的地方 比較不會讓商品勝水喔 在剛買回來的時候比較滿 先使用一兩次之後再使用鴨頭會比較合適喔 以為是的雙手或欲求海綿按壓一到兩下的沐浴油 輕輕搓揉起泡可以看見它富含四種天然植物油 泡沫非常的綿密細緻 在塗抹全身肌膚同時 你可以感受到泡泡輕柔滲透肌膚每一個毛孔 幫你溫柔洗淨每一寸肌膚 之後即可清水沖洗 這款沐浴油不含SLS貼面活性劑 Parenbon防腐劑 礦物油 所以非常好沖洗且不殘留 洗完之後肌膚不乾涉 還能保持水嫩感 整體磨砂膏是撒泡的明星商品之一 裡面含有死海鹽顆粒以及天然植物油的成分 可以在按摩同時釋放微量的元素以及代謝老廢角質 並可以改善像是粉刺或是毛孔阻塞膚色不均等問題 所以你在洗完之後你會發現皮膚變得非常的細緻 而且不會有油膩感喔 這邊小提醒一下磨砂膏盡盡量放置陰涼通風處 避免陽光直射水分滲入 讓木池用完之後可以稍微清洗一下 放在陰涼乾燥的地方避免發霉 身體磨砂膏為玻璃的真空包裝 開啟時起平放於桌上 可於磨砂膏下放置毛巾 以免弄髒桌面和衣物 使用前先用小木池將絲害鹽與植物油充分的攪拌均勻 然後先取一勺磨砂膏於手掌心上 全身用量約3到4匙 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情況而定 然後將磨砂膏以跨圓的方式輕柔按摩全身肌膚 再以清水沖洗 可以加強於肌膚乾燥或者是粗糙的地方 像是手肘關節處可以多按摩幾下 沖洗後以浴巾稍微壓乾即可 留下肌膚所需的植物油 滋潤同時給予肌膚的養分 呈現出自然柔嫩的光澤感 建議一周使用一到兩次即可 身體磨砂膏也有其他用法 像是不用清洗就可以下水泡澡 或者是搭配浴球浴鹽做使用 通常女生洗完澡之後都會擦身體乳來做保濕的動作 Sabon商品都是針對不同的肌膚所設計的 所以有很多的選擇 你可以根據你的肌膚需求做挑選 那接下來我來一一跟大家介紹 Sabon明星第三部曲 保濕光脆油是一款非常獨特的身體保濕產品 裡面還有輕植油配方 質地非常的輕盈 好吸收 延展性也非常的好 能輕易的讓肌膚達到保濕鎖水的效果 且不黏膩喔 使用方式很簡單 直接噴灑於身體肌膚上 花灑式的噴頭可以創造出細緻的油霧 均勻的分布於肌膚的表面上 建議身體一個部位可以噴三下的用量 所以手臂也要一次噴三下喔 再用手輕輕的推開按摩 加快肌膚吸收 以達到滋潤鎖水的效果 這罐用法非常多 它也可以噴在秀髮上打底 減少頭髮的毛燥 增加光澤感 也可以與其他的乳液或者是乳霜調和增加滋潤度 改善肌膚乾燥的困擾 只要一瓶就能有多種的做法 這款保濕潤膚霜是乾肌的救星 裡面含有復活草萃取 可以達到長效補水的效果 那同時含有3%的乳油木裹油 潤而不膩 奶油般的質地一抹就化開 可以提供缺水缺油的肌膚 達到最深層的保濕修護效果 這款身體乳液含7款高修護力的植物油 好吸收保濕力也很好 可以滿足肌膚各種不同的營養需求 也可以改善多種肌膚困擾 達到滋潤保濕彈潤與光澤等功效 質地非常的細緻且非常的好吸收 而且不會有黏膩感 還有多種香味可以選擇喔 清爽保濕凝凝是夏季必備的身體保濕品 質地非常的清爽且好吸收 儒惠的成分 有效舒緩曬厚的肌膚 那還有酪梨油的成分 可以達到長效鎖水的功能 這邊有個小技巧可以告訴大家 當你長時間日曬或者是悶熱的時候 你可以取你肌膚需要的量 放置容器裡加鈣或者是風向保鮮膜 再放進冰箱10到15分鐘之後 再拿出來做使用 可以有效舒緩肌膚的不適喔 絲綢身體乳是換劑及敏弱肌 非常適合的產品 絲綢般的質地呢 保濕力跟吸收力都相當的好 它也含有燕麥的成分 可以有效迅速舒緩 肌膚的不適 可以改善像是乾燥或者是遭癢的問題 有效穩定膚況 這麼多功能齊全且厲害的保濕產品 你一定可以在其中找到你的最愛 完成身體保養之後 一定要讓身體的香味持續更久的時間 這瓶軒鹽香水就是落下完美ending最好的方式 這款軒鹽香水是淡香水 是以玉米發酵的天然酒精作為獨特的配方 裡面的成分非常的天然及溫和且低刺激 它的香味是淡雅及非常的舒服 可以搭配同香味的明星三部曲 作為身體保養的第四步驟 另外它可以單擦或者是和撒泵其他的香水作為混搭 如果你也喜歡獨一無二的香氣 那你一定要試試看喔